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避坑排雷防欺诈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1年5月11号周二 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几个重磅好消息带给大家 首先是第一个消息面来自美国加州劳工部最新的推文和相关的消息面更新 第二个目前加州很可能会推出第四轮纾困刺激反 紧接着加州荆州出购反当时给予了符合资格的600美元加600美元 夫妻双方最高可以拿到1200美元加州州政府的相关退税 那么在目前最新的刺激反当中在昨天纽森推出的一项 给予80%的加州人民提供额外的600美元一次性退税 另外提供给有孩子家庭提供额外500美元 总计是高达1100美元相关的退税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巨额福利呢 八戒稍后给大家一一到来 那么第三个福利好消息是来自佛罗里达佛州 佛州州州长宣布给予该州的公共事务人员 包括急救或者是护士医生等等给他们的相关人员提供 一次性的补贴高达1000美元 那么你们是否有资格获取佛州的相关补贴呢 八戒稍后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那么在此八戒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喜欢八戒的朋友欢迎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频道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目前最新的EDD相关的消息面 目前大家在重新申请失业金 或者是首次申请加州失业金的时候呢 可能都会要求进行电话采访 或者是RD点秘相关的采访 那么给出的最新时间表 大家需要至多等待10天的时间 以符合劳工部的相关决定 如果你有资格领取加州失业金 我们将会积极处理您的付款 包括其他的申请索赔 请密切关注你们的UI Online 后台账户已了解最新的付款状态 那么大家如果打电话给加州劳工部 追溯之前已经是被延误了一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的失业金 那么通过电话访谈之后呢 大概需要继续等待10天左右 就能够恢复你们的付款 如果没有办法恢复你们的付款 你们在后台或者是有相关的来信 也会告诉你们你们的账户 为什么不能够符合重新恢复失业金 那么大家要密切关注一下后台账户 另外呢 加州劳工部的推文也表示到 最近有很多继续相关的短信欺诈用户报警 那么大家如果收到了相关失业金的欺诈呢 一定要尽快联系劳工部 以暂停你们的失业金账户 重新给你们配发新的卡片 重新帮你们的失业金账户进行核对 才能够继续恢复你们的失业金 那么目前他们也表示了 由于冠状病毒还是在加州肆虐 所以目前整个的失业金保险 空前的需求量激增 EDD目前大概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才能够处理新的失业金索赔 大家可以在官方网站查询后台 每两周公布一次的相关失业金申请进度 那么通过最新的PUI大流行病 加州劳工部的失业金类别呢 最常可以提供高达86周的失业金福利 那么在以下几种情况 你们整个86周PUI的失业金会比之前来的要少 目前是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第一个呢 你们在之前2020年已经是收集了常规的UI 和目前的FedED整个的失业金的时间呢 已经是占用了PUI的时间福利 所以目前会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福利呢 会减去 比如说你们之前UI和目前的FedED 已经是用了50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86周减去50周 你们只能够拿到额外的36周PUI的福利 那么另外还有两种情况 也会造成你们PUI的时间不能够达到86周 重复目前申请你们的PUI失业金 那么在之前被占用的时间也会被相应的减去 或者是你们PUI的程序 由于验证不能够通过 会造成你们的PUI会被暂时暂停 那么以上这些情绪呢 都会影响你们整个的获取86周 大流行病PUI的失业金索赔援助 那么大家如果还没有获得相关的失业金 重新申请的相关消息 或者是你们的后台 一直是处于判定付款的状态 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赶紧打电话 最好是每天早晨7点58到7点59 赶紧多次拨打目前加州劳工部的电话 才有可能尽快获得人工客服的接听 那么把相关的情况 目前追溯完毕之后呢 基本上在当天或者是第二天 就能够获得相关的付款认证 就能够显示款项已经是支付 大家可以积极的联系 目前加州劳工部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来自加州劳工部最新的消息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一下 仅次于目前加州荆州刺激反之后 在5月10号 加州州长纽森目前提出的另外一项 高达几十亿美元的额外补贴 目前会涉及加州整个70%到80%的加州居民 那么目前加州州长纽森在昨天5月10号 正式向州政府州议员 包括参众联员议员提出一项名为 加州复兴计划 向目前80%的加州受益人 提供一次性额外补贴600美元 目前的退税补贴 另外有孩子的家庭能够获得额外500美元退税补贴 总计高达目前一个家庭 是能够获得600加500 总计是1100美元 加州复兴计划 目前第四轮纾困刺激反 在上一轮加州荆州刺激反当中呢 把目前的覆盖人群显示的是 缩定在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 或者是通过RTRN税号报税的 年收入不超过7万5千美元 才能够获得相关的600美元 夫妻双方最高可以获得 1200美元荆州刺激反当中的纾困退税 那么在本次名为加州复兴的 纾困刺激反当中呢 提供目前80%加州居民的覆盖 目前最高可以拿到 总计一个人600加500 1100美元 如果大家有孩子的话 就能够拿到额外的500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只能够拿到600美元相关的一次性退税 那么该轮退税呢 比目前的荆州刺激反扩大了覆盖面 荆州刺激反呢 仅仅只是提供年收入在 3万美元以内的低收入家庭 或者是通过税号报税 年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内的 目前的中低收入家庭 那么今天呢 州长他们宣布 目前把收入的上限提高至7万5千美元 扩大了整个的覆盖面预计能够覆盖75%到80%的加州居民 那么该项福利政策呢 很可能还要等待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要通过加州的参众两院的议会 通过他们的州议员投票 正式落定以后呢 才能够类似于加州 荆州刺激反正式得到州长签字 才能够付诸实施 整个的时间大概是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应该会在今年的暑假完成 那么另外在这项加州纾困刺激反当中呢 目前不仅提供120亿美元上述补贴 还提供目前额外的52亿美元 用于租金方面的援助 以抵消目前从2020年4月份开始 大家很多的租客申请暂缓支付租金 并且是通过州政府相关的补贴 把这些租金一次性的打款到目前的房东身上 那么该笔费用呢 将用于抵扣低收入加里弗尼亚的居民 把他们的租金从2020年4月 一直是付到2021年的 大概是5月或者是7月 整个欠租的上述 所有欠租的租金都会一次性的支付给目前的房东 那么就可以缓解整个的加州租房人 他们的额外的债务 那么这笔债务呢 很可能每个人都背负了 大概是1万到2万美元 甚至是更高的租金债务 那么以帮助他们100%的偿还 他们所欠的租金债务 包括支付他们未来几个月的未尝支付的 也能够让他们继续的租在上述的房屋当中 未来几个月的租金也能够覆盖进去 并且目前该计划还打算额外支出20亿美元 以补贴这些低数家庭 他们的燃气费 电费和水费在内的公共事业等费用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低数家庭申请了相关的租金补助的话 很可能你们的水电器等等的费用呢 都可以获得相关的额外补贴和报销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福利 那么各位房东各位投资者 如果你们的租客呢 有这种欠款的情况呢 你们应该也能够积极的引导你们的租客 提供上述的租金补贴和目前的水电器相关的补贴 大家可以在法案正式落实之后呢 八戒也会继续更新相关的细则 以引导各位的朋友们积极去申请 这样子的话呢 也能够缓解你们这些房东的燃眉之急 让你们的租客去申请上述的补贴 这些补贴所有的资金都会一次性的打到房东的账户里面 不会经过租客的手 这样的话呢 租客不会有任何的资格可以去苛扣上述的租金补贴 好 那么以上就是来自目前加州复兴纾困刺激法案 当中最详细最新的内容 八戒也会持续关注上述的纾困法案 目前后续的更新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面 八戒会随时更新给大家 那么目前2021年5月17号 就是最后的报税截止日 大家如果还没有拿到目前加州 京州四季版给你们的600加600相关的纾困补贴的话 大家赶紧完成你们的报税 好 那么第三个消息是来自佛罗里达佛州最新的重磅福利 给予他们将近20万 目前奋斗在第一线的人民 提供每个人最高1000美元的现金补贴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群呢 49405名目前的执法人员 40732名紧急医疗技术服务人员 35811名消防员和33185名佛罗里达的医护人员 总计将近是17.4万名 目前奋斗在一线的各位服务工作者 那么这些人员呢 最高可以获得每个人的一次性支票补贴 那么如果有各位华人朋友们 他们的家中有这些亲戚是奋斗在佛州第一线的话 那么都能够获得上述最高的1000美元相关的补贴 那么州长目前要求是在2021年2022年州预算当中拨出来 2.08亿美元 以用于支付上述的款项 每一个人获得1000美元 那么该笔款项呢 最快会在今年夏天大概是6月到7月 可以到达各位的账户里面 那么到底是如何申请呢 八戒会关注随后的消息面 给大家做出进一步的消息面解读 好那么以上三个消息呢 就来自加州劳工部和加州州长和目前佛州州长 最新的几个重磅福利消息 八戒带给大家给大家分享最新最前面的福利好消息 那么如果还有后续的消息面更新 八戒会随时随地给大家解读相关的福利消息面 好那么如果喜欢八戒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款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八戒的微信群属 或者是跟八戒微信私聊 好那么今天的消息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